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午十点前发出这五万份订单 米家的雪君早早来到了公司 今天有五十多个米粉来参加活动 客服的赵方元每天要接120个电话 一个人真诚不真诚 从声音里没啥都能听出来 张健是个80后 见多识广的他 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为张百科 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小时以内 把用户的问题解决了 米粉肯定是满意而归的 以前在家的时候 可能就从自己角度出发比较多 跟顾客接手之后 你要发现要对他们去着想 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相互去理解 刚来那会前三天特别特别紧张 接电话的时候 包括录工单的时候 那个手都是抖到 无论我们发号有多快 米粉都觉得我们发红吧 上次就是有一个老人跟我说 他是70多岁了都已经 然后孩子给他买了一部红米 然后不会用 希望我们能一点一点地教他 要把米粉当成我们好朋友 但米粉娱乐困难的时候 它的困难就是我的压力 当他也做事就越仔细做 他越粗粗 也不知道错在哪 就算是我给我姥姥 我姥爷买了一个手机 我也得一点一点地去教给他们 怎么去使用 我们整个产品发展非常迅猛 我需要找比我要专业很多很多的大牛们加入我的团队 希望能给客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验 他收到我们的货的时候 看起来都特别完美 小米公司每天都竭尽全力 为米粉提供着超越他们期待的服务 因为我们知道 只有真诚的付出 才够朋友 其实我们今年目标很简单 就是让客户感觉爽 一小时如果搞不定 给你一台新手机 那是不是屌爆天 就要在小米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我妈感受到我一遍的话就是 以前就是不太懂事 然后现在知道想着别人了 到底说做到什么程度 我从来没有想过 就一步一步地去成长 希望能接触更多这些专业的东西 以后能担任更好的制度 没赶上最开始的起步的阶段 最起码后面我想跟着它一起变得强大一些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